有很多人经常会问,这个穴位有什么用,那个病需要哪些穴位? 我要说,假如您这样下去,您学的东西都长久不了, 近日用着还行,可过几天就不管用了。 因为症状只是疾病的各种反应,您得把病根找到。 只要把病根消除了,症状自然就消散了。 假如只是思虑到症状,只把症状压下去了, 那么早晚这些症状还要冒出来。 您这一生就总是处于修残补漏,拆东补西的状态。 所以说到底,重视疾病不如重视健康, 而重视健康就是重视先天之本,也就是激活圣经。 从哪里着手激活圣经呢? 从太西学激活,因为太西学是圣经的源学,也就是源头。 圣经的源发力,源动力都在这里。 圣经上的每个穴位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 通过按这个穴位,让它再撞击,再通别的穴位。 最后整条筋都通了,只脚牵一发而动全身。 您会发觉整个身心在不知不觉中全改进了。 当穴位一个一个地被打通, 人体的气血就开始自行调节。 哪里虚弱了,有需要帮助的地点。 气血就从充足之地奔赴过来,予以补给。 经历这么一个良性循环,气血集中到了太西学上。 储备的流程就完成了。 您要把这些储备好的东西通过永泉学来好好运用。 因为永泉学是通干的, 用在干处就开始变为后天所用了。 肾是咱们先天的本, 它得益于肝的生发疏泻才能用。 咱们一生当中损耗最大的是肝, 所以咱们必须要保肝。 谁给肝供应营养,就靠肾。 所以要向肝源源不断地为咱们的后天提供保证。 就必须让肾功能正常, 也就是让肾经的气血通畅。 有人本来就需如何办? 必须先补到太西学去, 补完以后是为了用。 就像挣来钱是为了花的。 谁是帮咱们花钱的? 是永泉学。 当太西学气血被足之后, 这时刻您打通永泉学, 您的精力就源源不断地被激发起来了。 您会发觉身心突然进入一种很自在的境界, 有一种莫名的轻轻松松和欢喜。 到了这个时刻, 您愿意像有些老人那样练练瑜伽也可以。 不练瑜伽,练练武情戏, 八段经等许多东西都能够。 但您要记得, 必须要练好玩的东西, 别练枯燥的东西。 因为枯燥的东西谁也不会上心。 而不上心的锻炼要领不仅没成效, 并且坚持不下去。 只有好玩, 身心才能同乐共振, 养生的成效才能清楚长久。 我建议大家在揉圣经的时刻, 最好把心筋同时揉一揉, 因为心肾是相通的。 成效能达到极致。 圣经叫足上阴圣经, 心筋叫手上阴心筋。 本来它们是一条筋, 在胳膊上叫心筋, 属火。 在腿上就是圣经, 属水。 假如肾虚, 那就是有虚火上来, 为了不使上面的心火太大, 就要让下面的肾水再多一点, 所以这两条筋要同时调节。 比如, 然骨学能够治疗失眠, 就是殷须火旺那种。 这个是刻宁同时揉一揉心筋的少海学。 区区心火, 上下同志, 成效更佳。 我国有一本最好的方济书《伤寒论》, 是医生张仲锦所写, 他特别强调大通心肾两经。 书中有一段话是少嬴病, 但愚昧也, 就是说肾上有病。 心上有病, 这种人就老爱犯困。 《伤寒论》实际上是一本经络书, 讲的是如何用药物来打通经络, 结果后人把它当作一本药物方济书了。 本来用药也是为了打通经络, 只是从脏腹里面打通经络。 但不管如何说, 经络是贯穿中衣的一个主线, 甭管是用药物。 针酒, 拔罐, 刮沙等六大法中的哪一种, 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打通经络。 用药是从脏腹里把经络打通, 而按摩是从外面打通经络。 它也是一种药, 只要您达到打通经络的目标, 用什么都无所谓。 即使现在什么都没有, 赤手空拳, 也照样能够把这些病治好。 因为药就在您自己身上, 本来吃药只是为了打通经络, 不是要单独在起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外来的东西, 咱们真实能依靠的只是咱们身体固有的经络。 从太西学激活先天之本, 太西学在脚内怀后缘的凹陷当中, 揉太西学时许多人根本没反应, 尤其是身体虚弱的人什么反应都没有, 并且一按就凹陷下去了。 这时, 不痛的必须要把它揉痛, 痛的要把它揉得不痛, 归根结底, 就是要把气血引到脚底的涌泉学去。 太西学是圣经的元学, 元学能够激发调动身体的原动力, 但调动起来后必须要把它储藏起来, 即储藏到涌泉学, 这样您就有健康的根基了。 所以像每天搓脚心, 做筋肌独立, 泡脚之类的保健妖领, 其目标就是为了打通圣经, 引火归原。 有人时常足跟痛, 这就是肾虚。 您应多揉太西学, 顺着太西学把圣经的气血引过去。 只要太西学被激活了, 新鲜血液就会把淤血冲散吸收, 然后再循环带走。 为什么会痛? 痛就是有淤血, 停在那里不动了。 造成局部不通, 不通则痛。 您把好血引过去, 把淤血冲散, 自然就不痛了。 揉太西学就是帮助冲散于血。 有人时常咽喉干, 喝水也不管用, 没有唾液。 这时肾阴不足, 揉太西学就能补上肾阴。 太西学是圆学, 圆学的意思是既补肾阴, 又补肾阳。 有许多女性朋友来月经的食颗肚子痛, 这时揉太西学也很管用。 有的人肾脚痛, 尤其是体内有肾结石的食颗肾脚痛。 那么平常多揉太西学就能防治这种症状。 有人痛风, 尿酸过高, 这是尿里毒素太多了。 每天揉太西学能从源头把这个疑问处理。 有人得了肾炎, 排不出尿来, 揉太西学也可以帮助把尿毒解掉。 太西学还能够治先天性臭畜。 假如大脑受伤, 它还有辅助调养的功效。 因为脑髓是肾所主, 跟肾经有极大联系。 所以要想调养后天受伤的大脑, 就要好好刺激太西学。 有人因家属出了车祸老实哭, 哭了一段时间, 眼睛越来越看不见东西了。 还有私人时常想起点什么事就哭一鼻子。 这时我都劝他们要多揉太西学, 有的人患有厌食症。 古人管厌食症叫鸡不欲食, 看到吃的东西虽然饿, 可就是吃不下去, 这也是肾虚造成的。 因为肾经的寻形路线 是从喉咙直接通着肠胃, 所以太西学还能治疗厌食症。 还有像胸闷, 支气管炎, 哮喘等, 太西学都能够治。 因为肾经都经历这些病所发的位置, 老年痴呆也是肾虚的一种表现, 而打通肾经就能够防止 包含老年痴呆在内的各种老化症状。 本来, 咱们不要光想着 什么能治老年痴呆, 治耳鸣, 治牙齿松动。 只要把肾经打通, 这些症状就全没了。 肾经上的许多穴位都能治这些病, 咱们必须要灵活运用。 虽说太西学治这个, 染骨穴治那个, 用全穴也能够治什么, 但用的时刻必须要灵活。 您不能按书上写着 太西穴是治咽喉痛, 嗓子干的, 但没说染骨穴治, 您就不揉染骨穴, 这样就麻烦了。 所以, 当您有这些症状的时刻, 哪些穴位最敏感, 您就赶紧多揉它。 假如今天管用的这个穴位 到第二天揉的时刻不痛了, 您就换另一个最敏感的去揉, 记得这一点。 比如说您即日咽喉痛, 有多个穴位都治太西穴治, 染骨穴治, 永全穴也治。 可是您揉永全穴的时刻不痛, 那就别揉永全穴。 揉染骨穴还不痛, 也不要去揉了。 再揉太西穴痛了, 就揉太西穴, 这时刻太西穴就管咽喉痛。 太西穴不但是圣经的大补穴, 仍旧全身的大补穴。 大众都知晓, 足三里穴是强身大穴。 但假如与太西穴相比, 足三里穴偏重于补后天, 太西穴偏重于补星天。 所以, 要补先天之本就得从太西穴开始。 estamos放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